欢迎来到南明星新闻渠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冰玉火还没来 王一博另一部选一句来袭 配角都是女神级别 在这个娱乐圈里 历来不缺小道消息 有时候一位演员带来的作品 往往让许多观众史料未及 更是让人收获许多意外 比如说一部作品 紧接着一部 充分显示出他在这个圈子里 已经奠定了相当稳固的基础 不得不说起王一博 就是一位相当优秀的演员 参与主演的冰玉火还没有来 另外一部选一句风起洛阳 已经悄悄来袭 就连一些配角都是女神级别 可谓是一部大制作 关注一部作品 谁也无法预测作品能得到什么样的成绩 在复杂多变的娱乐圈里 也有众多变数 比如说作品在审核时 卡审了 从而推迟播出 或者 其他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都会接二连三发生 邀请几位实力出众的演员 担任重要角色 可以充分显示出 让作品拥有更多底气 说起风起洛阳 不仅可以看到王一博 还有老戏谷的加盟 也有女神级别的演员 为作品带来诸多看点 怎么样才能够凸显出 作品能够得到相当不错的热度 不外乎这几种情况 我们需要了解作品的核心部分 也就是导演 剧组是不是非常有底气 是相当重要的环节 其次 不得不说起剧情 剧情有连贯性 而且十分丰富 作品播出之后 也不会差到哪 再者就是演员 相当重要的环节 他们的演技 才是最终将剧情充分展现出来的关键 看好王一博参与的风起洛阳 通过一系列的作品 可以充分证实王一博 在圈子里的发展情况 是相当不错的 逐渐上升为演技派 也是一位自带话题和流量的当红小生 他带来的一些作品 总会发出非常强烈的信号 就是说作品极有可能是一部热播剧 带来一系列相关话题和热度 相当出众的 风起洛阳是一部十分有底气的 也是他首次参与的学恩一句 面临的挑战是相当不小的 阵容也是非常豪华 剧组公布了一系列的剧照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每一个角色塑造得非常精致 也是十分完美 每一个细节之处 能够体现出剧组用心良苦 从剧组公布的一些演员 了解到有一位相当优秀的女神级别演员 她的参与 为作品带来更多亮点 她就是宋茜 看到这么一位底气十足的演员 实在让观众坐不住了 非常迫切想要看到此部作品 其次 还有宋益 也是女神级别 另外 还注意到导演拉拢了一位 非常红祸的男星黄轩 肩负起风起洛阳 另一位男主角 能够与王一博一起标戏 可以提升作品的热度 如此的演员阵容 一部热剧恐怕是逃步了了 我们已经意识到 无论是说起参与男演员 或者是其他一些女星 在圈子里已经获得了一系列可喜成绩 具有很强的号召力 这么多优秀演员参与一部作品 带来的关注度可想而知 创作一部作品 能够看到多位观众认可的演员 作品已经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 很难阻挡观众对于作品的期待 风起洛阳是以学人移为题材的剧本 有着相当复杂的剧情 也是考验演员的能力 他们需要把人物的复杂心理 充分展现在荧幕上 凭借王一博的能力 包括多位老戏骨 还有一些女神级别的演员 给作品带来的关注度 是相当不错的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